作者 默默 眼波人 俱武八雅居 石火 密集眼帘咒缩倒是有些严厉 从法身散发出来的气息中辨认出了一些痕迹 可是石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早年有所听闻 冬月的蛮荒谷地里有一个圣灵石火 还灭了一个玄武宗 也不知道是不是眼前这个 更让他感到费解的是 石火什么时候能变得如此庞大了 圣灵的情报是公开的 只要有心 任谁都可以搜集一二 所以密集对石火也不算陌生 只是没有亲眼见过而已 据他所知 石火纵然具备一些让身形变大变小的秘术 也绝对不可能变得如此庞大 真是见鬼了 他却不知道 眼前这个石火的本尊是石魁 曾经吞噬过一个悬空大陆 虽然利用试天战法将所有的杂质催炼了 但如果法身想的话还能变得更加庞大 四五十丈又算得了什么 杨开二十丈龙驱在他面前都只能提携 咆哮声息 法身双目等元凶神恶上 宛若怒目金刚俯瞰下方 一只比宫殿还要大的拳头紧护 屈壁后仰猛地朝下方砸来 攻击味道那破空之声刺耳传来 米奇脸色大变再无之前的风轻云淡 弥天宗的护宗大阵确实不凡 有他亲自主持的话 足可以抵挡三大妖王的攻击而丝毫无损 但面对这样庞然大物的猛攻 他却是半点底气也没有 古典之下大多数阵法都可以一力破之 若是破不开的话 那就是力量不够 这巨大到不像化的石火的力量能有多强 米奇想象不出 也不敢去想象 匆忙之间 手上振起连连挥动 一道道悬光击射出去 打在大阵光幕上 光幕一亮似乎变得更加耀眼许多 嗯 法身的拳头砸下 整个弥天宗一阵摇晃 无数房屋在这一瞬间倒塌下来 灰尘四起中一道道身影冲天而起 茫然四顾 在看到远处哪个巨大的身影之后 皆是呆若目击 弥天宗虽有大阵守护 阵法不破 旁人也强攻不进来 但法身这一拳却是最单纯的力量 纵然护宗大阵也无法全部消除 反而在大阵的分散下 蔓延到了弥天宗各地 或远或近 弥天宗内一片狼藉 而迷奇等人所立之地 则更是恐怖 当那巨大的拳头砸下时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生出了一种感觉 天塌了 隔空的力量化作阵机之力 让诺大一片范围内 飞沙走失 日月无光 一连串闷想传来 血肉飞溅时 一些修为不高的弥天宗弟子 已经被那无形的阵机之力 阵围积粉 当场包围血雾 唯有道远镜以上的武者 才保全了性命 却都面色苍白 眼中溢满了亥然 弥奇大惊失色 一些修为不高的弟子的死活 他此刻倒是顾不上了 他的眼睛只望着 大阵光幕的一个位置 那是法身拳头砸落的地方 看似固若金汤的大阵光幕 竟裂出了无数道细小的裂缝 疯狂地朝四周蔓延 眨眼功夫 便绵延数百丈之成 弥奇吓了一跳 虽然早就知道 对方那怪物的一拳力量 绝对不可小觑 可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如此狂暴 这是石火所能发挥出来的力量吧 石火似乎并不以力量建长吧 眼看那怪物又抬起了拳头 弥奇哪儿还敢犹豫啊 手上阵旗急急挥动 地缘涌动之下 流光击舍而去 晃动的光幕逐渐稳住 出现的裂缝也在他的努力下渐渐消弭 不等他还口气 第二拳已经砸了下来 这一拳仿佛不是砸在 弥天宗的护宗大镇上 而是砸在了他弥奇的新房上 让他毛骨悚然 平白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扑面而来 如之前一样的局面再次出现 整个弥天宗又狠狠地晃动了一响 更多的房屋倒塌 好在见其不妙 弥奇身后的帝尊敬们 齐齐施法抵御 挡下了那隔空而来的阵机之力 没让修为不高的弟子们 再有什么损伤 嘶嘶嘶嘶 翠响声传来 刚刚修补好的大镇光幕 又出现了裂缝 比起刚才更多更密集 绵延的距离也更长 弥奇下的魂飞魄散 再一次挥动震旗 稳固大镇 法身再次抬起拳头 让他感到了绝望 他引以为傲的护山大镇 似乎并不能替弥天宗遮风挡雨 可以说世上九成的阵法 都抵挡不住这样的狂轰烂炸 他一声大吼 诸位长老住我 声音传出 他身后的弟尊敬们 这才如梦方醒 一个个急忙取出镇旗来 都是控制护宗大镇的镇旗 不过弥奇手上 那个是总镇旗 他们手上的是分镇旗罢了 众人表情从未有过的凝重 一杆杆震旗挥动间 大镇光幕上荡起幽光 裂风徐徐修补 法身摇晃了一下脑袋 两拳之威 没能破开阵法 似乎让他也有些恼怒 双掌忽然一合 高高举起 抱拳砸响 挡不住 绝对挡不住 虽然攻击未到 但无论是迷奇 还是那些帝尊敬长老护法们 心中都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这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感觉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当法身第三拳砸漏时 油晃不定的大镇光幕 忽然僵硬下来 然后以那双拳落点为中心 密密麻麻的裂缝 朝四周蔓延 在弥天宗一群人 惊恐的注视下 光幕轰然崩碎 护宗大阵破 白杖之外 三大妖王身形电射 一眨眼的功夫 就冲进了弥天宗 一群寄尊镜中 完全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应非速度较快 一马当心 西雷和谢无畏紧随其后 满天爪影翻飞 还没能接受大镇 被迫现实的 弥天宗帝尊镜们 被鹰飞打得只有招架之力 毫无还手之力 修为的差距摆在这里 弥天宗只有弥齐一个 帝尊三层镜 单打独斗 还未必是鹰飞的对手 更何况剩下的人 西雷身上闪烁着青色的雷光 不管不顾 直接冲到了弥齐面前 咧嘴凝笑 请教不吃吃饭酒 拿命来 扑扇般的大仗 朝弥齐登头抓下 弥齐手上震其一抛 迅速寄出一只 钢圈模样的秘宝 与西雷站作一团 心中之悲愤惊恐难以言语 血无味紧随在西雷身后一晃而过 身后出现了一只巨大蝎子的虚影 摇头摆尾 尾部蝎子更是泛着绿油油的光芒 一看便是剧毒无比 浑身一阵 一团碧绿雾气炸开 直接将四五位帝尊敬 裹进其中 眨眼不见了踪影 只听里面传来一阵阵惊呼 也不知道局势如何 三大妖王妖一出现 便将明天宗这边高层 全部包揽 力教振臂呼喊 杀 他这趟过来 虽说是给杨开呐喊出围的 但事已至此 自然不能作弊上官 反正已经这样了 一不做二不休 祝杨开将弥天宗拿下 才是最好的办法 黎龙宫的一群长老们 还在发呆 主要是眼前的一幕 太难接受了 弥天宗与黎龙宫 都是北狱的顶尖宗们 都在北狱屹立了好几万年 如今居然被杨开轻而易举地 攻破了护宗大阵 他们之前一直以为 杨开能灭掉温行宗 不过是运气使人 谁叫温行宗的一群人 跑到冰心谷去找死 可现在看来 是自己一厢情愿了呀 弥天宗的大阵 说破就破 若是黎龙宫与灵霄宫为敌的话 下场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大家本来还觉得 立脚为杨开马首是瞻 有一些坠了自家的威风 可现在看来 不是公主小心无能 而是早有先见之明 此刻一听立脚呼喊 个个都回过山来 蒙追着立脚冲了过去 叫他们正面与弥天宗对抗 他们或许还不太愿意 但痛打落水口还是可以的 弥天宗众人瞬间叫鼓不迭 三大妖王本就将他们全部牵制了 如今立脚又领着遗数 人数丝毫不逊于他们的帝尊敬 加入战斗 哪儿还能打得过呀 一瞬间的功夫就被全面压制 一个个帝尊敬被打得口吐鲜血 倒地不起 米奇悲愤大吼 丽脚 我愿您顺而不量力 杨开来对付他也就算了 狼子野心其心可诛 丽脚居然也插手其中 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丽脚一掌 批翻一个弥天宗的长老 冷哼一声道 米奇 使食物者为俊杰 现在向杨公主抵逃还不晚 否则恐怕会以遗憾收场 窒息妄想 米奇咬牙低后倒也有一点骨气 主要是他还有底牌未用 眼见吸雷一道雷狐劈来 解释翻飞出去 口中抱贺 陶老救我 不远处一座山峰上 发须皆白的陶老一脸无语 只是过来吃点果子 喝点水酒 居然就碰到了这种事 事已至此 他若还猜不出米奇的用心 那他也白活了这么多年了 但所谓吃人的嘴短 拿人的手转 这么多年来 米奇对他也算客气 每年蓝玉果成熟的时候 都会邀请他过来一趟 这种事没碰到也就罢了 既然碰到了 袖手旁观就有些说不过去 更何况 米奇话都已经喊出来了 自己若再装作不知道 就有些过分了 一声长叹 陶老足下一点 朝这边飘飞了过来 陶老虽然形象不咋样 但此刻飘飞过来时 也是大袖迎风 颇有一丝 先锋倒鼓的感觉 让人刮目相看 而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赫然有弟尊三层镜的程度 迎飞写眼娇曲 宁笑一声 闪电般出手 制服最后一个弥天宗长老 在他身上拍下封印尽致 封住其修位 然后身形左右飘忽 朝陶老营上 满黄古地三十二路妖王 论实力 鹰飞或许排不上前三 但论速度却是无人能比 这一点便是那三位圣灵 恐怕都要自叹服辱 眨眼功夫 鹰飞便距离 陶老只有百丈了 而且还在迅速接近中 迎面飞来的陶老 却是面不改色 伸手一拍腰间一个布袋 甩手就朝鹰飞扔了过去 鹰飞健壮 倒也没有大意 他不知道 这布袋是什么秘宝 但由一个帝尊三层竞强者 施展出来的威力 肯定不会太小 身形只字形一折 便要避开那布袋口的嘲笑 谁知 那布袋忽然急速膨胀 一下子变得比房屋还大 而且从那里面 更是击射出一道清蒙蒙的大手印 直朝鹰飞抓去 鹰飞吓了一跳 本能的欲要躲闪 却骇然地发现 体内腰圆沸腾不稳 好似受了什么干扰一样 猝不及房间 被那大手印给抓个正着 面露痛苦之色 那清蒙蒙的大手印 抓住鹰飞之后 便立刻回收 一下子缩进了布袋里 鹰飞也一同消失不见 头老手一抬 便将那布袋给收了回去 老鹰 徐雷可谓脸色大扁 惊呼一声 忌惮无比地望着那只布袋 同为妖王 他自然知道鹰飞的难缠之处 可如今这位以速度见长的妖王 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就被人家用一个布袋给收了 若非亲眼所见 哪敢相信 他知道那并非白发老头子的本事 而是那布袋秘宝的威能 也不知道这布袋秘宝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竟有如此神秘宝 那边卸无畏施展出来的毒物也是一阵剧烈翻轨 可见心情波动之剧烈 而被吸雷打得节节后退的迷奇却是大笑一声道 多谢陶老 自己一番处心激励的准备果然是配上了用场 这一刻他无比佩服自己的深谋远虑 若是其他的底尊三层境 陶老对付起来可能还没这么轻松 但谁叫这是妖王呢 陶老对付妖族 那可是最拿手了 趁着吸雷分心之际 他身形暴退 一下子摆脱了吸雷的纠缠 站到了陶老身边 拱手道 陶老 一群贼子欺人坦慎 还请助我一臂之力 陶老面无表情 轻轻汗手道 好说 事已至此 不出手都出手了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而且这里忽然出现了三位妖王 也让他有些意外 收了这三位妖王 自己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便是没有迷奇的请求 他也会继续下去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巨武巴雅 倡 Haupt 《五恋巅峰》 剑北 卡帖 曼уг 小兵 嘉宾 翰 谋 明